大家好,我是陳語哲,來自台灣 我現在就讀特朗基大學企業管理系 四年級,這是我第四個NCWA的賽季 當初在國內並沒有打算要來美國 並不知道NCWA這個領域 但是後來接觸到之後發現 如果真的,我很建議每一位如果想要走職業網球路的選手 在國內都可以嘗試這條路 因為訓練水平的比賽非常非常的高 我很推薦大家來走這條路 我們知道肯坦基其實之前來說不是一個特別大的一個網球學校 包括籃球,很多同學是從籃球上進行過肯坦基學校 簡單聊一聊你們的網球的program 你在球隊什麼樣的經歷這些呢? 我們教練的其實他本身自己也是從肯坦基大學畢業 然後他在招生的時候並不是看你當時有多厲害,水平有多高 來決定他要不要招你進來 最多看的是你的態度跟你本身願不願意訓練 我們現在非常勤 教練對選手非常用心 每一個選手,球隊十一、十二個選手 他每一個都用盡全力去培養,去發展他們的武器 讓他們在球場上都擁有自己獨特的一個特點 好,那麼你剛才說到的十一、十二 其實這是一個每個隊用的球員的數量 其實有的十三個可能有的,但可能有七、八個球員 簡單聊聊這個怎麼說的一些規則上的普及吧 就是你們球隊大概有多少個球員 然後包括你們整個的這種structure,整個這種構造是什麼樣子 因為每一個球隊有的獎學金都是一樣的數量 所以這就要看教練如果分配他的獎學金 有一些教練他會把四連五個獎學金拆開來用 所以隊上就會較多一些人 但是相對來說每一個人的獎學金就稍微少一點 或者是有一些教練會把獎學金集中在某幾個人身上 那就會有一些人是沒有獎學金 所以其實主要是獎學金分佈的不同 明白明白 然後以比賽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主要比賽是六個人打雙打 六個人打單打 好,對,那麼下一個問題 那麼聊一聊你自己吧 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網球 什麼時候覺得自己可以打到這個大學這樣一個水平呢 我七歲,小學一年級接觸到網球 然後當時就是很喜歡打 每天每天每天都訓練這樣 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遠 但是就是一天一天的去進步去訓練 然後去比賽 然後慢慢取得一些好的成績 發現自己好像有這個機會 然後在有當然很多人的幫助下 然後來到肯塔基大學 那麼我們知道網球也是個非常國際化的一個運動 你們的隊伍其實就有很多球員不同的國籍 那麼你覺得通過網球 有沒有概你怎麼樣幫助你的這種整個的這種社交生活 包括這種整個的大學四年的一個經歷吧 其實當初來到大學的時候是非常不習慣的 對,因為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然後 因為我們這些中國背景的人 其實剛來到美國是非常不舒服的 你也知道其實文化差異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就是 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當然也學會了很多 就是不同文化上的一些 慢慢慢慢去除了那些隔閡 對,然後 變成現在大家都是好兄弟 對,那 大家在一個對上 其實我昨天在跟佳燕他們聊天 有得到我們能走這種遠 其實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一條心 對,大家都是很團結 即使我們自然是不同國家 但是我們的目標都是一支 對,我們剛才說到了這個比賽 NCA的也是全國水平最高的一個比賽 而且是這種單場決定勝負的 那麼你們現在已經闖進了四強的比賽 那麼聊一聊這一路的這種經歷吧 這一路的這種旅程 你覺得那場比賽是最困難的 包括那場比賽 你覺得是最贏所還是最開心的 其實 這跟很多職業水平的比賽不太一樣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打也算是虧 沒有,算是季後賽 但是別人季後賽打個Series 我們就是一戰定生死 對,然後 我大一大二都是 球隊都是第二輪的選手 對,然後 今年一路走到現在四強 其實每一場 你說哪一場特別開心 每一場都非常開心 對,所以每一場都是難得的經歷 然後有點開心 球隊可以走這麼晚 然後希望我們明天可以繼續往下走 對,那麼明天後天就將是半決賽跟決賽的比賽 希望你們有一個非常好的發揮和運氣 如果說你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 怎麼說 就是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 他們網球水平達到什麼樣 他們才可以說 申請美國這些大學 怎麼樣去獲得這種機會 其實 要來美國大學 其實 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並不簡單 說簡單其實是因為 美國大學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學校 然後有分三個等級 D1 D2 跟D2 然後 其實每一個Division的學校都非常非常眾多 然後 其實主要是看你來到的學校是怎麼樣的一個水平 對 然後 其實我也看過很多很多 你知道像我們講的 ITF 國際學員 青少年青少三 排名排到前20 前10的選手都來到美國大學 他們選擇不直接前往 直接再選 來這邊磨練一兩年 然後再過去 就知道其實水平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也看過很多水磷幣沒有很高 但是能夠來美國很好很好的學校 然後拿到一個很好的文憑 然後在這邊畢業找工作 甚至再回到國內去工作也很多 對這支網球其實不僅是一個 怎麼說的一個運動功能 是你這個社交啊 包括上學這樣的一個途徑 如果你以後想做相關像教練啊 或者其他的這種職位 其實也是非常的會更容易一些 那麼你打網球打了很多年了 從小打到現在 你也看很多網球 包括自己也打很多 你現在對網球這種理解 有哪些變化呢 跟之前 小時候就是單純熱愛的相應動 然後每天看到球就是打 看到球正手還手正手還手這樣打 現在對於球的理解就是 開始在看球之後會想 對手現在想要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然後在球上的站位 跟站區有什麼設定 跟教練他們討論 加上賽前的準備 跟飲食上的控制 其實這些東西都非常非常重要 這些小細節 包括拉伸 小時候教練都會提醒 但是做不做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看心情 但是現在就已經變得不像是一個 你說 你能說不做就不做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的 如果不做其實基本上不可能走到這裡 對 我們知道其實網球更多的是很多歐美的球員 包括現在世界的球員都是歐美球員在排得非常高 你覺得對我們那種亞洲球員比較大的挑戰 怎麼樣能夠讓他們去 我們怎麼樣去提高我們這項目的水平 其實我覺得很好我的方式就是多到歐美地區比賽 對 因為多到歐美地區比賽的話 你就可以多 有他們就是習慣他們的球路 學習別人怎麼打球 就是國內的水平其實真的很高 只是我們並不常出來打 所以有時候剛我們出來打的時候 會自己覺得 對手好像比我們還高以前 其實並不難 其實你只要多打多習慣 像我身高並不高 但是在這邊每一個人他們球打得很用力 我們都有自己的優勢 其實亞洲人嘛 就是腳特別快 我們特別快 我們擁有我們自己線線上的優勢 我們是可以把握我們的優勢 然後EBS 對 明白 對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現在 我覺得很多的球員 很多孩子開始打網球 很多球員想來到美國去打球 對吧 那麼 怎麼說最後一個問題吧 那麼聊一聊 作為學生運動員 包括以後想 你的一個發展的計劃 你想先打職業一些 還是說 從事相關的那種工作 你覺得自己對自己什麼樣的這種規劃 或這些四年的經歷 讓你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一個平台 目前的規劃來說 是之後要往職業發展 然後 再想做有沒有機會 回饋給國內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幫 多一點中國的選手 然後來到美國 然後來求學 甚至是訓練比賽 嗯 所以 目前接下來是有這樣的打算 然後 自己在這裡的經歷 我只能說非常非常好 這邊的教育 這邊的訓練 訓練跟所有比賽的選擇 就像我剛剛講的非常好 所以 嗯 學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嗯 所以你也很推薦 沒錯 有能力的朋友們 沒錯 來這邊體驗一下 沒錯沒錯 OK好 感謝Arthur 感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採訪 希望你們接下來的比賽 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OK 謝謝